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30号 星期五 德州的房价崩盘了 德州州长终止了不让中国公民买房的法案 怎么回事 今年1月15号 德州州长发了一篇推文 一时激起千层浪 当时他说 德州立法机构提出一项法案 要禁止中国公民政府和实体在德州购买土地 德州州长表示自己必将签署这项法案 让法案找立法机构一构 我们就会签署 结果这个法案不负众望 在德州参议会 在德州的参议院4月份通过了 这个法案 叫SB147 然后再提交德州众议会举行听证会及投票 日期原定于是5月底 就5月27号 但是在6月初的时候 最后决定 州长和众议长费伦 他们一起决定不举行听证了 那么就直接宣布SB147法案终止 反响特别的激烈 很多华人都反对 他们就说我们有护照 我们也不能天天把护照 我能让天天脑门上 都说了 对不对 不能这么干 你不能这么搞 对不对 不管怎么着 这个事在德州就算是没有通过 在佛达里达通过了 对吧 在佛达里达通过了 要不为什么 我说德昌蒂斯要出来选总统 我就投民主党去了 那哥们是个极右翼的风格 你知道吗 那哥们太神经了 但是德州这个 也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你现在明明一点 就是德州的经济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多的 靠房地产 德州这些年就大家都贵 买房 因为德州的房子便宜 性价比高 尤其中国人 现在据说什么 就是中国人 到了德州 一下飞机 到了飞机 叫个出租车 电脑车 或者Uber什么的 叫个车 然后你看中国人 你来买房子 就到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人一到德州 他就问你是不是来买房 就好多中国人 特别喜欢去德州买房 什么休斯顿 达拉斯 奥斯丁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德州那几个 反正就中国人 都特别喜欢去那买房 很多中国人去那买房 而且有很多的是投资的 据我们所知道 我这认识好几个加州的小伙伴 本来是在加州的 然后跑到德州 去多达斯 炒房子 这我都知道的 所以 这么一个意思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为什么他终止了 当然一个是华人 在那儿就是说去争辩 另外一个 他这个房价 真是在这边崩了 德州 奥斯丁的房价 从2022年7月到2023年4月期间 你看全美国的房价 就在这段时间 这不是美国 你看从去年7月份 我说我劝一条外买房子 我们条外7月份买了房子 然后很多人说 不能买 那个时候正式升息 连续十几折升息可能要崩了 从去年7月份 2022年7月份 到今年2023年4月份 全美国房价下降了 下跌了 平均下跌了1% 跌了1% 然后 真的是把那租金都没跌出来 你知道吗 省那租金都没够跌出来 对不对 然后 你猜怎么着 奥斯丁的房价下降了10% 全美国只降了1% 奥斯丁一个地降了10% 房价下跌的速度 甚至超过了08年金融海啸时期 当年0708年 当时这个金融海啸 那举个例子 你来看 08年的时候 房地产崩盘期间 拉斯维加斯 凤凰城 迈阿密的房价 都下跌了60% 50% 50% 左右 都下跌了这么多 对不对 但是当时奥斯丁的房价 跌幅是多少 8.5% 只跌了8.5% 08年的时候 而且跌了几十个月 才跌了8.5% 可是 就是说 今年这才刚几个月 就下跌了10% 比07年08年还厉害 这说明什么 说明华人特别喜欢 去那买房子 自打他弄完之后 弄得很多华人 有点担心了 然后开始 就是说 首先也不敢买了 买房减少 另外一个 还有一些华人 就是说 先卖掉 本来觉得也差不多了 就涨 疫情今天不再涨 涨了也差不多了 就把它抽掉了 那么然后 在这里 我们来看 就是说 当然有人说 说这个不光是华人的问题 还有这个 不是因为他刚搞这个 佛州不受华人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福州里达房价本来就贵 很多华人 可能投资也买不起 然后德州买得起 德州便宜 受这个影响 还有一点 我们来看 就是说 有人就抬杠 说奥斯丁 还有经济不好 怎么着的 说是什么RNBNB的下降 但你来看 RNBNB的收入下降 在凤凤城 奥斯丁 每个房源的收入 都下降了50% 但凤凤城没跌这么多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 与2022年同期相比 今年RNB收入 大幅下降的城市 还有田纳西的 塞维维尔 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 田纳西的纳什维尔 科罗拉州的丹佛 路易斯安纳的新奥尔良 华人顿的西雅图 这里边就尤其 以田纳西的塞维尔 跌了47% 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 跌了43% 华人顿西雅图跌了35% 但是别人都没有出现这么大的下降空间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 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反应慢 房市一点点要反应过来 所以 所有住在那些什么田纳西 塞维尔 德萨斯 圣安东尼奥 还有华人顿西雅图的小伙伴 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的房价 但未来有可能会下跌 因为你们正好 RNBNB每个房源的收入下降比例有点大了 都已经超过 这几个都超过了35% 好吧 这个未来几个月有可能受影响 当然 但是现在来讲 还不明显 现在看起来 反正主要 就是说你看人家都有 但是主要还是德州的奥斯丁 这样的厉害 所以他还是跟华人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跟华人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 哈佛大学的住房研究联合中心 有一个报告显示 他认为房价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所以奥斯丁 他这个大幅下跌 就是说是他自己的个人原因 主要还是依靠华人买房有点多 我觉得 说房价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有四点原因 第一个 首先目前就业市场非常健康 失业率处在一个 几十年的历史地位 37% 另外一个 25岁到40岁的购房需求 在持续增长 第三个 现在住房供应出现的紧张情况 这之前我也说过了 由于前面疫情 再加上 他玩命生息 导致过去小一年的时间 建商他认为需求下降 还有利润上升的情况之下 方便的脚步不敢建 不敢投资 不敢建 这出现巨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直建的话 供应就会正常 他一停了之后 整个供应就紧张了 而且他停了一年 后面整个就赶不上来 你明白吗 因为他是一年挪一年的 你要未来那几年 要把你这一年的 把未来那几年 本来又该建的建了 还要把你这一年没建的 给你补回来 这个压力就很大 而且还有高利利益的 抑制的现有房主 出售的积极性 因为他觉得他卖了之后 他想换更好的 他现在利率这么高 他也买不了 所以他也不愿意出手 所以目前现有房屋的月供应量 不足三个月 远远的低于2008年的水平 现在这供应量完全就不足 全美国的供应量都不足 但奥斯林它是特殊情况 当然不管怎么知道 他现在也不禁止华人买房了 干脆把这个法案就给毙掉了 第四个还有 就是说所谓的断供 但是断供的话 与2000年的中期相比 目前的断供率要低得多 这个其实还不用太担心 我跟你说 07年08年四代危机之后 美国整个的对房贷 进行了一次大的管控提升 变得非常严格 所以这波疫情的时候 房子虽然吵起来了 但是你要相信那一拨人 他们是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所以他贷款出问题 断供的可能性非常低 不要说跟2008年比 那2008年是大量的出问题的 那2008年那四代危机的时候 他们胡搞 很多人根本就不应该 没有资格去贷款 他们愣贷给他 他也知道这雷 赶快把刺激贷款 再扔给别人 再卖给别人 你知道吗 就在胡搞 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事 2008年之后 简直 法律法规下来的 异常的严格 所以现在不要跟07年 08年比 就即使跟2000年前后 那时候比起来的话 断供率都要低得多 所以这个不用很担心 所以现在美国防疫上 现在看起来 大体上还可以 唯一有可能让防疫上 受到冲击的 就是未来 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整个经济崩溃了 就整个美国全面的经济崩溃 这个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房价 但是这个就要看了 现在很多人说 说美国软着陆了 有的人说肯定完蛋 这个还是 这个东西不好说 我还是这句话 估计要有一年才能看得出来 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 才能知道美国经济 到底是怎么着 现在还是扑朔迷离 但是不管怎么着 通过我们上午的分析 你就看出来了 美国其他地方 没有奥斯兵这么扯淡 而且大家 你说RNBNB下跌 大家都下跌 这不是光他一个人下跌 对不对 所以光他扯淡 我们个人认为 还是由于德州 有点就是说 不让华人买房 导致华人在跑路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或者华人停止了 对房地产生这种投资 但不管怎么着 他现在把它已经毙掉了 好像就这个月 月初的时候 把它给毙掉了 毙掉之后 后面就开始 可能会不会有和缓 有和缓的话 但是这个问题 就还需要再过几月 才能看出来 所以年底的时候 当时我们能看看 看看他是不是和缓 如果和缓的话 说明主要我估计 就是这个案件导致的 所以你能看出来 就是说 为什么佛州那么的有底气 敢干这个事 就是佛州 他不那么依靠华人来买房 但是德州的话 就是华人在里面投资的非常多 据我知道的 我每次在纽约认识的小伙伴 不也在德州买房吗 对不对 你还进不进来 咱不说咱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他也是在德州买上 他没事还去德州打打枪去 对不对 他在纽约工作 他德州买了一个房 然后他反正有点 他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小小的这种悲丧 因为他在德州买的是一个新房 买了之后 自己还没住的 就租给别人去了 拿就去挣钱了 稍微有点小悲丧 因为在纽约你想买着新房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低 纽约它都是二手房 对不对 纽约的 你买一个朋友 我说你这房子怎么样 他说我的房子比较新 我的房子1965年建的 比较新 对不对 另外一个朋友不是1920年的房子吗 2020年买了百年老宅 对吧 所以在纽约买着新房的可能性 不像纽约都是二手房 所以在德州好不容易买一个新房 自己也没住 就租出去了 他们都是投资房 很多都是都是华人 买了投资房 在德州 加州的那个小湾不也是吧 到德州去投资买房 很多都是还有大陆来的 大陆来了更搞笑 很多 我们那时候 想买房的时候 在纽约买房 不也是全美国看房 也考虑过德州 休斯顿 我记得我还跟休斯顿的一个 说中文的一个房地产中介加过微信 但他不知道我是谁 对不对 我们看到他网上做广告 加了一个微信 他不知道是我们 然后我跟他咨询了一下 然后谈谈这个 反正他也谈到了 我记得他说 很多大陆的这个人来买房 就是看看照片 那时候我们在纽约 然后我说还需要我过去 他说你不来也行 他说咱们有一些大陆的朋友 在休斯顿买房的话 都是就是看看照片 然后把钱打回来 他就都给办了 那人就买房从而到尾 没来过 休斯顿连来都没来 就在中国就把问题就解决了 房就买了 就这样 然后就是说他们帮你买了 然后他们再帮你租出去 帮你去打理 他都可以 没问题 就是说你要从纽约 你不愿意来 不来也行 我给你发个照 发个视频 你看看 你觉得行的话 就买了 你知道吗 所以德州 其实有大量的都是这种 很多华人 就连去都没去 把房子就买了 就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 好吧 所以德州 他完全没有底气 没有资格 不让华人买房 对不对 不让华人买 因为房地产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讲 对于都很重要 如果房地产要崩了的话 对经济伤害比较大 对不对 你跟人佛罗里达还是比不良 人佛罗里达底子厚 人敢这么干 对吧 你德州现在看起来 没有这种底气 好吧 但不管怎么着 他最后也把这个事就取消掉了 好吧 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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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